欢迎大小姐回国 辛苦赵哥了 这几年公司都是你在打理 应该的 大小姐 您这次回国 准备什么时候和公司的高管见一面啊 先不急 我这刚回国对公司情况都还不了解 我想先以普通人的身份进入公司 等到了解之后再和他们见面 好的大小姐 对了 你在公司帮我安排一个普通员工的身份 记住不要暴露我的真实身份 好的 谢谢 我们来学人了 帮我好 倩倩 是你啊 你是生育 是啊 我们从毕业以后就没有见着了 没想到能在这碰见你 少跟我套近乎 听说你去国外留学了 没想到货了这么多年 还是个不同员工 真是丢人 倩倩 你怎么说话这样啊 咱们以前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现在的我是你能比的吗 我是经理 你看看你 一身的地摊货 我们之间的差距 是你这一辈子也比不上的 穿地摊货怎么了 那也不影响我们的友情吗 你脑子不会是坏掉了吧 就你 对我能有什么利用价值 还跟我谈友情 你也配 倩倩 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势力 不许 你算什么东西 还这么说我 怎么 不服气 我告诉你 我是你的直属领导 我打你是在教育你 你还应该感激我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就你 还想让我后悔 我告诉你 你就是我身边的一条狗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你以为你是金浩吗 金浩 他也在这家公司吗 我差点忘了 金浩是你的前男友 你说他现在还想看见你吗 喂金浩 我这儿有一个你的服务人 你一定很意外 对 倩倩 这是什么人啊 这是他呀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會的這麼好 後悔了 告訴你 已經晚了 現在的樣子真是讓我噁了些 算什麼東西 這麼公司的話 我可是這家公司的總經理 開口你 你也死一隻麻蟻還如你 別呀東總 他當年冬高高在上 現在好不容易碰到他 不能讓他就這麼走了 我還就不幹了 你們能把我怎麼著啊 我告訴你 唐靖雷可是我的朋友 不簽字 他會 就是你以為公司是你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的嗎 好啊 那我現在就去辭職 唐靖雷我不幹了 叫什麼叫 你爸媽沒教過你進五秒超文嗎 倩倩 金總 這是 這是我部門下的一個員工 想要辭職 你 你既然和我們公司簽了合同 就要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走 想走 可以一個月以後吧 什麼 我現在試用期我為什麼不能走 我說一個月就一個月 你們 你們這樣就不怕董事長知道嗎 商業 你腦子壞了 你就是一個新來的 你覺得董事長會相信你嗎 那如果我告訴你 我就是董事長呢 哎 他說他還是董事長 你們信嗎 你們後悔吧 趙總好 歡迎董事長 董事長好 你們三個被開除了 月月 你就看在咱們老同學的份上搖我一次吧 董事長 董事長 那個 再給我一次機會 讓開一次 好啊 要不要我叫黃安用垃圾車 嗯 董事長 最後再告訴你們一句 不要狗眼看人爹 趕緊滾吧